双十一时,我高价网购了一个硅胶女友 当硅胶女友来到我家后,家里却越来越诡异 每天定时出现陌生气味 家里存放重要物品的暗阁被人打开 我准备参加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作品大赛的展品 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网上 一切迹象都表明家里来过人 可就连我行侦队的兄弟都找不出任何线索 那天,我打开摄像头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我的硅胶女友,竟然穿过墙壁,走进了邻居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打开门的瞬间,一个一人高的纸箱子堵在我面前 快递小哥的脑袋从纸箱子后面探了出来 路前先生你好,你网购的东西到了 麻烦签收快递小哥微笑着将手中的笔地给我 打开包裹后,我惊呆了 一个神情呆滞的美女出现在我的面前 黑色的长发衬托着娇小可爱的面容 娇艳的红唇摆出微笑的表情 妩媚却不夸张 纤细的腰枝被白裙包裹 但还是遮不住玲珑的身姿 这就是我双十一网购的硅胶女友 果然栩栩如生 最近,为了准备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大赛 我每天都卧在家里 内心越来越苦闷 打开手机寻找灵感时 手机上弹出推销硅胶女友的链接 当打开链接后 我被硅胶仿证人的逼真程度吸引 花五万块钱高价买了一个 我满意地将硅胶女友抱到沙发上 给她摆出一个自己喜欢的姿势后 出门去锻炼 可当我回来后 却发现家里有一股陌生的气味 我天生鼻子敏感 肯定不会闻错 可找了大半天 除了坐在沙发上 眼睛直勾勾盯着墙壁的硅胶女友 家里和平日也没什么不同 我以为是硅胶发出的意味 爬到硅胶女友的身上 闻了半天也没找到相同的气味 想起今天锻炼时和一个美女擦肩而过 还不小心把她撞到 可能是那时候留下的气味 所以就没在意 洗过澡后 继续苦思冥想我的扎染作品 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赛上 得奖是我爸爸一直的梦想 为了帮她实现梦想 我已经准备了快一年 海水在风中摇动的画面 突然出现在脑海中 我迅速提笔记录好灵感后 拿着酒杯坐在硅胶女友身边 为了方便交流 我给她起名小雪 我将一杯橙汁放在小雪手中 自顾自和她聊天 她始终微笑着回应我 这让我苦闷的心有了些许慰藉 心中不免感叹着五万块钱花的真值 第二天 我刚出门 邻居刘仪就高兴递上前打招呼 小路 又出去锻炼啊 我还没有开口 她就继续说 你今天看上去和平时不太一样啊 比平时帅了也更精神了 我赶忙笑着回应 这都是小雪的功劳 可是当锻炼完回家的我 竟然又闻到了和昨天一样的气味 这气味是从一个女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味道 回忆了半天 我确定锻炼的时候 没有碰到过任何女性 我又将小雪翻来覆去地查看一番 也没有任何一样 而且更让我疑惑的是 家里好像有被人翻过找过的痕迹 我快步来到存放重要物品的暗格 还好那件祖传宝贝安静地躺在里面 打开家里的摄像头 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进了我家 点开手机 家里的三个摄像头居然全坏了 这让我越来越感到诡异 快步走出房门 去查看楼道里的摄像头 只要有人进门 楼道里的摄像头肯定有记录 可是物业工作人员 查看了半天 却发现只有我家门口的摄像头被人破坏 物业大叔一副嫌弃的神情 刚刚安装的摄像头 怎么就你家的坏了 小伙子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我若有所思的摇头 还不死心地询问 大叔 你能不能看一看 有什么人进过我家楼道 大叔不情愿地找了半天 摄像头中却显示 只有我出入的身影 我心中疑惑 难道是见鬼了 物业大叔却不依不饶 肯定是你得罪了什么人 否则我们小区的安保这么好 怎么会有人故意破坏摄像头呢 走出物业室 越想越不对劲 三 这一切事情都发生在小雪来我家以后 而且购买硅胶女友的链接和视频 那几天好像专门给我推销一样 只要我一出门 就有人给我发传单 打开手机 全是推销硅胶女友的视频 我一狠心 决定把小雪退回去 可是点开当初的购买链接 我却傻眼了 商品已经售庆 店铺不存在 只有自己的手机上还显示 东西是在A时发的货 我想要通过物流信息 找到一丝蛛丝马迹 翻找通话记录 迅速拨打电话 你拨打的号码不存在 请核实 我记得当天确实是这个号码打过来的 怎么可能不存在呢 我不死心地继续拨打 可是结果却是一样的 无奈之下 我给好朋友强子打了电话 强子 你快点来 我家出事了十分钟后 强子来到我家门口 开门的一瞬间 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强子大步走进我家的门 当看到小雪的那一刻 她开始哈哈大笑 你这个穷屌丝 竟然在家里玩硅胶女友 要是寂寞难耐 哥们给你介绍个正经女朋友 我哪有心思和她开玩笑 将家里发生的都告诉了她 强子是鼎鼎有名的刑侦警察 听完我的叙述后 她也觉得小雪身上有问题 开始对小雪做了全身的检查 边检查边说 这龟胶女人身上的皮肤和器官和真人无异 但怎么看都是一个玩具啊 我上前摸了摸小雪 没有任何体温 可是这几天发生的事 我实在解释不通 强子带上专业仪器 果然在我家地板上发现了一样 你家的地上 有一个女人的脚印 虽然是经过专业处理 肉眼看不清楚 但是一记下去有线索 可是除了几个若隐若现脚印 再也找不到任何线索 四 强子看着小雪思索半天 是不是你这几天总玩玩具累坏了 出现了幻觉 她笑着问我 我生气地回对 你滚 还是刑侦专家呢 这点问题都搞不定 要不 你把这玩意扔了算了 强子提 可是想到我的五万块钱 我还是有些不忍心 而且 与小雪相处了几天 我对她也有了一点感情 送走强子后 我拉着小雪的手 难道真的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 让我明白一切都不简单 晚上 我刚打开自己视频后 铺天盖地的谩骂随之而来 真是一个骗子 枉费我还把她当成真的扎染大师 就是啊 看她之前发的作品 那么逼真 那么美丽 我都被她吸引了 真是浪费我的感情 我不明所以地继续查看 她还自称是扎染艺术的传承人 原来就是一个 欺识到名的骗子 这样的人渣 就该被除名 我还没有搞清楚 是怎么一回事 电话又突然响起 拿起电话一看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意大赛举办组织打来的 铺天盖先生 你好 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赛举办组 有人举报你冒充扎染艺术传承人 我们打电话是想通知你 如果涉嫌抄袭 请你退出比赛为了老爸的梦想 我按照举办组织的要求 签订了拒绝抄袭的承诺书 看了这么久 我终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 网上出现了一个叫嘉祥的视频号 里面发布的内容 和我视频号上发布的一模一样 更离奇的是 他不仅先我一步 将我的创意全部发布出去 而且还有详细的过程 虽然只有一双手在操作 没有成品 但可以看出手法非常专业 六 下面还有不少评论 这才是真正的扎染大师 不仅有自己的作品图 还有操作过程 看着扎染 看着一张粗布变成艺术品 真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 同时还有人将我视频号上的作品 和这个视频号的作品做了对比 简直一模一样啊 要不是大师有制作过程的视频 我们都被陆迁那个骗子骗了 下面又是对我的谩骂和侮辱的言论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自己的电脑 上面的作品 明明是自己苦思冥想 才构思出来的 难道有人将我电脑里的资料 全部拷贝 可是想到那专业的染制手法 我实在想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把小雪的事暂时搁置后 我连夜创作 染制出了那一条 以海水为创作灵感的丝巾 作品亮杆后 多角度拍摄照片 为了不让作品外泄 我将小雪搬进另一间卧室 做完一切已是深夜 迷迷糊糊睡着了 突然 我的身体好像被人举到空中 一大群人向我冲了过来 他们捶打着我 诅咒我 说我是骗子 我已经死去的父亲 也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对着我左右开弓的扇嘴巴 说我毁灭了他的梦想 不配成为扎染文化的传承人 就连非物质文化遗产比赛组织 也将我的作品扔在大街上 还把我被加入了黑名单 我瘫倒在地时 一个身影却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笑得猙獰 指着我 你就是一个懦夫 一个失败者 这时 叮铃铃的闹钟响起 我一个机灵从床上做起 原来只是一场梦 看着满头大汉狼狈不已的自己 我决定去锻炼身体 平复心情 可当我回来时 那个陌生的气味再次传来 巴 我急忙打开电脑 发现我连夜拍摄的作品照片依旧在 我要将照片发出去 证明自己没有抄袭 创建视频后 增加作品的知名度和点赞量也是此次比赛的一个重要环节 就在我准备再次展示自己的星座时 竟然看到自己的作品又出现在那个叫嘉祥的视频号上 下面还有一条评论吸引着我 陆谦 你看看 大师的星座 看好了再发不要再抄袭了 我惊出一身冷汗 迅速点开对方的视频号 不可思议的是 里面的作品真的和我昨天创作的一模一样 而且制作过程中捆绑和染色的手法也和我的如出一辙 我疯了一样的冲到隔壁房间 被我关在房间的小雪依然在 恐惧无助 瞬间包裹着我 我颤抖着给墙子打电话 他一听这种情况立马赶了过来 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老刑警 在我家转了半天 越转脸色越难看 墙子小心翼翼地上前询问 队长 怎么样 发现了什么 老刑警皱了皱眉 摇头说道 对方是蓄谋已久 准备得非常充分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我无计可施时 墙子又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赶来 他手里拿着专业的仪器 对着我家的墙壁检测了半天 最后得出的结论 我家里被没有安装任何监听设备 这让我更加疑惑 没有安装任何监听设备 那我的作品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就在我们不知该怎么办时 西装男却开口 没有监听设备 那就安装一个摄像头 到时候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说着他拿出一个小盒子 得意地开口 我这里有最新款的摄像头 价格有点小贵 但是绝对有料无奈之下 我花五千元 在众人的注视下 安装了一个高级摄像头 第二天一早 我按照平时的习惯 出门锻炼身体 当出门后 我又乔装打扮一番 偷偷地来到我家楼下 打开了手机 而打开摄像头的瞬间 眼前的一幕 却彻底震惊了我 七 我竟然看见小雪 从墙里走了出来 我不可思议地擦了擦眼睛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随后 小雪开始在我家四处翻找 看着她马上要启动 安格的开关时 我的心被提到嗓子眼 要是家传宝被丢了 我爸估计会从坟里爬出来 把我掐死 好在有惊无险 她并没有继续再找东西 而是禁止走向我的电脑 当看见电脑中 并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后 她失望地摇了摇头 小心翼翼地开始清理 自己留在房间的痕迹 随后 小雪拿出手机一点 我家的墙竟然像门一样 被打开了 而她也从里面拿出了 我买的硅胶女友 真正的小雪 放到原来的位置 随后 自己了进去 直到她彻底从我家消失 我才回到家中 此时 我也终于知道 老刑警说的 蓄谋已久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是早有准备 我家墙壁上 就不会出现那么一扇门 为了弄清楚 他们时的目标 我家的祖传宝贝 还是非物质文化创意大赛 我决定暂时不暴露自己 我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晚上抱着小雪 白天也像寻常情侣一样 对着她说话 每天早上 也是按照自己的习惯 出去锻炼 可走出门后 我就一边走 一边打开手机 查看摄像头 我也神不知 鬼不觉地来到家门口 十分钟后 墙面再次被打开 昨天 那个装扮酷似小雪的女人 又打开门 从墙里走了出来 她将小雪搬到隔壁后 再次开始寻找 就在她马上打开 暗格开关时 我急忙发出响动 并将钥匙插进门里 果然 女人还来不及回到隔壁 开始脚忙手乱 她迅速坐在沙发上 扮成小雪的样子 我自顾自地走过去 脱下自己的衣服 假装和小雪聊天 今天 有点不舒服 不想去锻炼了 小雪你要好好陪我用 女人的身体 明显一颤 我走到她面前 右手轻轻地划过她的肩膀 爸 我怀疑她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因为脸上的表情 和居然硅胶小雪一样 我知道 目的没有达到 她不会急于暴露自己 故意挑起一缕头发 放在鼻尖处闻了闻 果然是经常出现在我家的 那股陌生气味 小雪 你的头发真好闻之后 我故作停顿 好久没有给你洗澡了 也不知道你们硅胶人 能不能洗澡呢 说着 我又不慌不忙地 将自己的衬衣 当着她的面拖在地上 她脸上的表情 没有一丝变化 可是眼中却有掩饰不住的恐惧 我转身来到她的身后 将她的外套轻轻地脱下 我分明感觉眼前的人 身体颤抖了一下 挑眉一笑 随后 我将手搭在她的腰间 慢慢地向前移动 就在我的手 进入家境时 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感受到紧绷的身体 慢慢放松 我笑着捡起地上的衣服 穿好衣服 边接电话 边走出了门 强子的怒吼 从电话那头传了出来 让我十分钟后 给你打电话 是什么事 快说 我很忙 我赶忙陪笑 没事了 哥们就是想你了 好说歹说 终于挂断电话后 我打开手机 继续查看摄像头 只见 那个女人慌忙起身 满脸怒涩地 从墙上的门里 将小雪搬出来 摆放好后 匆匆离开 当天夜里 我迅速打开 自己的视频号 里面没有任何消息 那个叫加祥视频号中 却一直更新自己的作品 还是讲述 扎染的一些手法的视频 在视频的最后 一个响亮的男婴缓缓开口 路前 我要向你发起挑战 证明我才是扎染 真正的继承人 下面都是各种点赞和评论 大师 你肯定能战胜陆迁的 就是 陆迁只是个骗子 他把你的作品 放到自己的视频号上 真不要脸 第二天早上 我又在家门口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信封 陆迁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是我的 谁也别想拿走 九 同时 为了增加比赛的知名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意大赛举办组 竟然给我打电话 要求我在网上 和那个叫加祥的参赛者对战 我也想看看 他到底有什么本事 随后 我将自己毕生所学 全部在网上展示 而家祥也毫不失落地 发布自己作品 以及作品的制作过程 让我深感疑惑的是 无论是从捆绑的手法 还是从染色的步骤都 他和自己的都如出一辙 这让我不得不怀疑 我爹还有其他儿子 因为我家的技术从不外传 而我是我爹的关门弟子 我急忙给我妈打电话 妈 我爹是不是还有亲生儿子 我妈将我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后 才想起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把有人和我拥有 相同技术的事告诉我妈后 她却极力否定 甚至叫我不要胡思乱想 绝对不会有人懂我家的祖传技术 而被我调戏一番后 那个假装是小雪的女人 再也没有来过我家 终于等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举办大赛前夕 我提前来到举办地点 并在比赛馆外预定了酒店 可是当我刚下出租车 来到酒店时 就被一群人包围 他们将我团团围住 其中一个男人二话不说 将我扛了起来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被丢进一辆商务车内 我不停地挣扎 可是对手毫不手软 他们将我绑在座椅上 开始四处翻找 从我的上衣口袋 再到裤子 甚至我的袜子 都被一顿翻找 他们没有放过任何一处 我身上能藏东西的地方 可是寻找了半天 他们好像没有找到 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 带头的男人 下去打完电话后 我就被一拳打晕 等我醒来时 墙子已经坐在我身边 他一脸担忧 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则激动地在他身上乱翻 他明白我的意思后 将祖传的玉佩交到我手上 看了一眼完好无损的玉佩 我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了下来 墙子急忙开口 难道对方是冲着你的玉佩来的 我点头肯定 是 原来 就在我来参加比赛时 墙子也要求到现场给我打气 我知道那个假扮小雪 在我家找东西的女人 很可能就是在找玉佩 所以 我将玉佩交给墙子 让她保管后 先她一步来到举办地点 当绑架我的头目电话中传出 玉佩没找到的声音时 我就肯定 他们是为了我的玉佩而来 可值得庆幸的是 他们并没有要伤害我的意思 而是将我打晕后 丢到了酒店门口 来酒店和我会合的墙子 才能及时发现我 终于到了真正的比赛现场 我迫不及待地 想要见到那个叫家祥的男人 正在我焦急的四处张望时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走过来和我握手 看清他的样子后 我一惊 这不就是当初 给我送硅胶女友的快递员吗 他假装不认识 却开口挑衅 陆前先生你好 我是来报仇的 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我虽然不知道自己和他有什么仇 但是也不能认怂 好 奉陪到底很快 我们被一大群记者团团围住 有一个记者直接上来 拉住我问 陆前先生 你对之前抄袭的事情怎么看 看着家祥得意的样子 我挑眉回对 我会让你们看到 是谁在抄袭 此次比赛分三次进行 为了让选手有充分的准备时间 每次比赛时间为一天 可是没想到 比赛刚的第一天 我就被啪啪打脸 当举办方 让我们同时展示自己的作品 并在电视上直播收集点赞时 却出现了意外情况 信心满满的我 将自己创作的展品和家祥的摆放到一起时 我妈却疯狂地打电话 我拒接之后 她直接将电话转接到直播间 陆谦 你快回来 不要别快回来啊 我正疑惑时 家祥却走了过来 诺夫 回去吧 这是你家欠我的 我紧握着拳头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地挂断我妈的电话 我开始展示自己的创作理念 十一 就在我以为这次肯定能赢时 墙子却冲到会场 拉着我就要回家 慌忙间 我看见家祥笑着向我再见 等出了会场后 我才知道我妈晕倒了 火急火燎地回到家中 老组长满脸担忧 陆谦 你妈晕倒前 一遍又一遍地说让你回来 不要再参加比赛了离比赛第二场 还有一天的时间 我想等我妈醒来问清楚 家祥到底是什么人 可是我离开的前一秒 我妈也没能醒过来 所有的谜题 只能我自己去解开 第二场比赛开始前 我才知道被网爆了 电视台收到的评论都是骂我的 还自称是扎染的传承人 是个临阵脱逃的胆小鬼吧 他这样的人也能参加比赛 估计我参加会得奖啊 他是不是害怕了 他会临阵脱逃啊 此时 家祥也走过来 假惺惺地问我 你妈还好吗 我生气地上前 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你对我妈到底做了什么 没想到她竟然当着我的面 哈哈大笑 你应该去问她 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我攥紧双拳 发誓一定要解开谜题 到我们第二次走向比赛舞台时 现场一片寂静 我娴熟地操作着自己的作品 就在我将怀里的玉佩掏出来 准备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时 现场却发出一声巨响 随后 整个比赛现场陷入了混乱 尖叫声 哭喊声响彻了会场 我准备冲出时 头上传来重击 眼前一片漆黑 我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在一个废旧的仓库里 嘉祥就站在我的面前 见我醒来 她笑得猙獰 太好了 一切终于要结束了 说着 她将我的祖传玉佩拿出来细细地端详 我痛苦地挣扎怒吼着 把她还给我 那是我的东西 她快步上前 一把抓住我的头发 你的东西 你错了 你所拥有的全部都是我的 是我的 十二 说着 她好像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颓废地坐在地上 你爸爸是我的 她会把我扛在肩上 给我买好吃的 你妈妈是我的 她会在我生病的时候照顾我 会给我唱好听的摇篮曲 你的扎染技术也是我的 是我苦学了近五年的技术 嘉祥的眼中都是心红 她回头看了一眼我 还有这个祖传的玉佩 也是我的 你爸亲口说的 我长大了她就会给我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 她就冲到我身边 对着我的脸 重重地扇了几个嘴巴 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是因为你的存在 他们就不喜欢我了 都是你的错 都是你的错 为了平复她的心情 我试着和她沟通 你先不要激动 请问你是谁 没想到她居然哈哈大笑 我是谁 我是你的克星 是让你身败名裂的人 说完 癫狂的嘉祥 一步一步地向我靠近 突然 她从怀中掏出一把刀 对准了我 不要怕 我不会让你就这么死去的 我要让你失去一切 成为生活在阴沟里的老鼠 我开始挣扎 被捆绑住的双手 在不停地用尽 眼见绳子就要被挣脱 嘉祥却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我的头重重砸在地上 她一脚踩在我的腿上 好戏开始了 你等着承受一切 你该承受的吧 就在我痛得呲牙咧嘴 挣扎时 她将刀锋一转 瞬间鲜血 从她的胳膊上流了出来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双眼 她割断我手上的绳子后 开始大喊 救命啊 救命啊 我还来不及反应 整个仓库就被团团围住 十三 我转头一看 警察 记者还有比赛举办方的人 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嘉祥邪妹一笑 开始步步后退 救命啊 陆谦要杀我 警察的枪瞬间对准了我 她还在继续叫嚣 你不要伤害我 比赛算你赢 我不和你比了 我弃拳 你赢了 看着我身边沾满鲜血的刀 我白口莫辩 记者们又开始报道 这是今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意比赛最乌龙的事情 参赛者陆谦 为了能获得比赛的成功 竟然绑架了另一位参赛者 而且陆谦 也曾经抄袭这位参赛者的作品 我还没来得及解释 一群警察就将我围住 家祥也满脸恐惧地向人群跑去 就在她以为自己已经成功 向我投来挑衅的目光时 一个声音响亮的声音传来 助手 我回头一看 是墙子领着一群人跑了进来 紧跟着墙子后面的竟然是我妈 看见家祥的一刻 我妈毫不犹豫地走向她 我上前 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我害怕疯狂的家祥会伤害她 可我妈却拍了拍我的手 给了我一个放心的眼神 看见我妈的家祥竟然开始浑身颤抖 步步回退 她的眼中全是惊慌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看着她失控的瘫坐在地上 我妈还是停住了脚步 阿祥 放手吧 不要一错再错了 家祥突然抬头 疯狂地笑着 我没有错 都是你和师父的错 我心中惊叹 他居然是我爸的弟子 我妈轻叹着摇头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 家祥疯了一般地 将身边的凳子扔到我妈面前 那些都是你们的借口 说什么让我出去学习文化 其实是给你们的儿子疼地方 我妈愣在原地 当初让你出去 确实是为了让你学习文化知识 将扎染艺术发扬光大 当年 你师父知道 你一心想要将扎染技术发扬光大 他是想着让你能看看外面的世界 把心理念带回来十四 家祥不相信 他笑得凄凉 随你怎么说 现在你儿子不但抄袭还伤了我 他应该去坐牢 我来到他面前 痴笑一声 你看看这是谁 说着 强子将身后的人拉了出来 家祥的眼中全是恐惧 一遍一遍地说着 不可能 你们怎么能找到他呢 我冷笑 我们不但能找到他 还知道你的全部计划突然 家祥冲上来 想要抓住强子身边的女人 强子一脚将他踢倒 周围的警察冲上去将他制服 那个曾经假扮小雪 出现在我家里的女人 吓得连连后退 就是他让我去偷陆千家的玉佩 也是他按照我的样子 准备的规交人 就是为了我能顺利迁入陆千家中 偷取他需要的东西 我几步来到他面前 说出来 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陆千家的祖传玉佩 和陆千所有的作品图片 站在一旁全程报道的记者惊呆了 他们没有想到 真正被抄袭的人是我 件事情已经暴露 家祥也不再伪装 他双眼心红 笑得癫狂 没错 一切都是我做的 我找人去偷你的作品和玉佩 我找水军 在网上攻击你 我还绑架了你说着 他竟然开始泪流满面 我是一个被抛弃的人 一心求死我妈哭泣着 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你师父就是死在去找你的路上 家祥指着我 发疯地摇头 不可能 你们为了他抛弃了我 怎么可能去找我 我妈没有理他 继续说 你师父为了能找到你 让你继承扎染技术 才逼着陆千学习扎染 他希望陆千得奖的时候 你能看见玉佩来找他 可是你始终没有来 而他也在去找你的路上 出了车祸15 我终于明白 我爸为什么非要让我学习扎染 并急切地要我参加比赛了 家祥还是一脸不可置信的摇头 我妈直接将我爸的遗书 举到她的面前 遗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 如果家祥愿意成为 扎染技术的传承人 就将家传玉佩交给他 受了刺激的家祥 一遍一遍地说着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突然 他想一头发疯的野兽一样冲了过来 我立刻上前将我抹护在身后 可是他却静止撞到了前面的柱子上 顿时他的额头染满了鲜血 他颤抖着手从怀中拿出玉佩 满眼渴望 师娘 对不起 我错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 最后只听见一句 师父 我来陪你了 看着他闭上的双眼 我妈哭得气不成声 奉命将家祥安葬在我爸坟头的对面后 妈妈讲述了他的故事 原谅 家祥是我爸去参加扎染比赛时 捡回来的孤儿 那时候我爸和我妈刚结婚 看着聪明又好学的家祥 一天一天地长大 我爸就想着 把自己毕生的技术全部传给他 家祥也没有辜负我爸的期望 学得非常好 可是有一天 新来的大学生之书找到我爸 他告诉我爸 要想把扎染艺术发扬光大 光靠技术不行 还要学习新的理念 于是我爸就把家祥 送到大山以外的学校去学习 从小被人抛弃的家祥 却以为我爸也抛弃了他 而知道我妈已经怀孕了他 更加肯定我爸是为了我 才让他离开的 就在知书把他送到学习的第二天 他就失踪了 这也成了我爸终身的遗憾 家祥死了 那个假扮小雪的女人 也以盗窃罪和诈骗罪 被抓进了监狱 年纪轻轻要坐牢的他 也算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他们在我家墙上 精心设计的隐形门 也被封死 我将自己的扎染作品 呈现在大众面前 获得的一致好评 也顺利拿到了比赛的金奖 抱着奖杯回到家中 硅胶女友还坐在我家的沙发上 买了房子 销毁掉硅胶女友后 我回到了故乡 我想完成爸爸的心愿 将扎染技术发扬光大 让他走出山沟 走向世界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